故事开始 一个羊头人身的怪物闯进羊圈 他想当爸爸 羊圈看到这个怪胎惊慌逃跑 经过长大一分钟的骚动后 一只母羊走出来 瘫倒在地上 在其他羊的注视下 半人半羊的怪物离开了 几个月后 农场主夫妇阿珍和阿强 开始为母羊们接生 唯独开头的那只母羊 比预产期晚了几个月 当幼崽产下的那一刻 两个人都惊呆了 他们从未经历过如此诡异的事 但阿珍没有害怕 而是把他抱回房间 把他当成人类婴儿抚养 阿强也没说什么 还主动泡奶交给阿珍 看着大口吃奶的羊仔 他露出欣慰的笑容 第二天 阿强坐了一张婴儿床 还会讲故事哄羊仔睡觉 夫妻俩人真把他 当成自己亲生孩子一样对待 但自从阿珍抱走羊仔后 那只母羊每天都会在窗户前观察 他知道孩子就在里面 夫妻俩每次 都会将他赶走 不让他和孩子见面 这天 梁儿外出干活 让家里的猫咪照顾羊仔 等他们回来时 却发现羊仔不见了 梁儿很着急 找遍了附近的农场 最后在一片草地上找到他 与羊仔一起的 还有那只母羊 当阿珍抱起羊仔时 他露出了下半身 和开头的怪物一样 也是羊头人身 母羊在后面 朝他们眉眉叫 但夫妻俩 根本不管他的感受 叫他滚远点 原来十年前 阿珍的女儿 因聘去世 他也没了生育能力 所以羊仔的降生 不仅没让他和丈夫害怕 还一致认为 是上帝送给他们的礼物 但母羊 没日没夜地哀嚎 导致阿珍 经常做噩梦 梦里 有一群羊盯着四季 他们发光的眼睛 怪善人的 可即便是这样 他也不允许母羊 取代自己的地位 为了能让羊仔留在身边 阿珍最后决定 斩草出根 他拿出猎枪 瞄准捧羊 由于片刻后 还是下手了 随后将尸体 埋葬了自家后院 但刚刚发生的事情 正好被前来串门的 阿强弟弟大壮砍到了 阿珍把羊仔叫来 对大壮说 这是你侄子 又向羊仔介绍大壮 这是你爸爸的弟弟 此刻 大壮的脑瓜子 嗡嗡的 心想 哥哥嫂子 怎么会生出这么个东西 他被吓坏了 然后 大壮质问哥哥 这怪物到底是什么东西 哥哥却说 这是幸福 羊仔不会说话 只会用肢体语言表达意思 当阿珍牵着羊仔 来向大壮问好时 来 跟你叔叔说晚安 大壮实在无法接受 哥嫂将这怪物当孩子养 第二天 几个人在地里务农 羊仔站在小溪边 看着水面中的倒影 他不理解 自己为什么长得和父母不一样 相处了一段时间后 大壮依然把羊仔视为怪胎 他拔出一切草引诱羊仔 转而又戏弄他 虽然这么做不太合适 但这才是正常人的思维 此时 阿强走过来 严厉制止了大壮 大壮实在不愿意看到两人 因为一只畜生变成疯子 于是 趁他们睡着时 假装带他出去玩 同时拿上猎枪 羊仔还不明白 即将到来的危险 大壮举枪瞄准 他还像阿珍枪杀牡羊时的那样 与此同时 阿珍从梦中惊醒 他发现羊仔不见了 在家里四处寻找 最后在客厅 看着抱着羊仔睡着的大壮 夫妻俩看到他能接纳羊仔 终于松了一口气 大壮每天都会带他出去玩 教他如何用渔房捕鱼 阿珍也很长时间没做噩梦了 他以为自己杀了母羊 孩子又被大壮接纳 他们就能成为真正的一家人 不会再被骚扰 这天 三人坐在一起看球赛时 羊仔因为看不懂比赛躲到一边 然后又被阿珍拉过来跳舞 但作为半人半样的生物 他无法理解这种行为 随后转头跑了出去 羊仔跑到外面想和狗狗玩 但他看到了不得了的东西 眼睛映出一个羊头人湿的怪物 他吓得往回跑 冲上去的狗狗发出凄惨的叫声 羊仔不清楚 怎么会有和他长得一样的生物 自己是不是这家人的孩子 当他躺在阿强身上时 看着墙上牧羊人牧羊的照片 更加重视了自己是异类 另一边 大壮想成哥哥不在 和嫂子深入交流一下 毕竟肥水不流外人天嘛 但被阿珍拒绝了 大壮开始威胁他 说自己看见他杀了羊仔的妈妈 如果羊仔知道了会怎么想 原来 大壮那时不杀羊仔 为的就是推倒自己嫂子 阿珍知道他手里有把柄 便假装顺从 再趁机把他关进了小黑屋里 看着熟稀的丈夫和孩子 他明白 幸福的家庭来之不易 也下定了决心 第二天 阿珍开车 强行送大壮离开这里 醒来的阿强 吃着羊仔做的早餐 他对这个能干的孩子 非常满意 这时 他发现狗狗不见了 于是独自带着羊仔 去给拖垃圾加油 阿强很享受 幽灾的亲自时光 但他还不知道 狗狗 早就被杀害了 阿珍送完大壮回来 发现丈夫和羊仔不在家 刚走出门 就听见枪声 他感到大事不妙 马上朝枪声的方向狂奔 此时的阿强 已经被打伤 羊仔站在一旁 不知道该怎么办 而攻击阿强的 正是羊仔之前看到的同类 也是他的父亲 阿强和阿珍 抢走了他的孩子 又杀害了他的妻子 现在 他是来报仇的 看着奄奄一息的阿强 羊仔伤心地趴在他身上 他真正的父亲 拉起他的手就要离开 虽然很不舍 阿强也紧紧抓住他的手 但羊仔终究不是人 严外才是他的归宿 即便现在想回头留下 也不可能了 等阿珍找来时 阿强已经没了呼吸 他只能抱着尸体痛哭 抽气 久久无法平息 看到影片后 纷纷昧绝的吧 这故事就是 夫妻俩为了填补丧女之痛 收养半仁半仰的怪胎 为了彻底占有他 又将他的亲生母亲 残忍杀害 最终 因为自己的错误 付出了代价 啊